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節目 香港泛民主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 在20國集團G20峰會召開前夕舉行集會 敦促出席峰會的各國領袖 支持他們要求港府撤回修訂草案的訴求 集會6月26日晚間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 民陣表示他們的五大訴求包括 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追究警方過度使用武力 承諾不檢控示威者 撤銷以暴動定性6月12日的集會 以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臺 民陣在集會上以英文 日文 印尼文 西班牙語 國語 義大利文 德文 法文 韓文 等多種語言宣讀聲明 說香港政府只有口頭上的道歉 但實際上無視市民的訴求 他們批評中共當年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向世界承諾香港享有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但現在出爾反爾违背承諾 民陣促請各國領袖在G20峰會為香港發聲 集會現場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與 主辦單位說他們沒有統計人數 但香港警方表示最高峰時期有1萬人 同一天還有大約1500名香港市民 響應網民號召也在G20峰會召開前夕 前往19個國家的駐港總領事館遞交請願信 敦促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峰會上向中共政府施壓 這個名為626馬拉松市到各國領事館請願行動的活動 當天早上開始 請願者先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 然後遊行到各國領事館 首先到達的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一名代表在那裡用英文宣讀了請願信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則派出代表接收了信件 隨後 遊行隊伍前往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同樣讀出請願信 並且高呼口號 Save Hong Kong 英國駐香港副總領事彭雅惠出面接收了請願信 之後遊行隊伍兵分三路到灣仔中環一帶的 10多個領事館請願遞信 所到之處都有代表會見集會人士並且接收信件 下面請您收看時事禁聞